24年1月17日 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闪耀发展联盟的年轻球员 大家好,我是Terry 首先,魔术队23年一轮11岁位新秀 新二代Jet Howard 在奥西奥拉魔术队119-115 击败格林斯波罗风群队的比赛中 出战35分钟,20投13撞,3分球11投6撞 轰下32分6篮板4助攻的数据 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进攻技巧 尤其第二节独得15分 告诉人们为什么他是乐投区新秀 这位身高6尺6寸198公分 年仅20岁的球员,是前NBA球星户二叔之子 有着本届最强关系户支撑 高中时为24届40-50名的四星高中生 大一赛季在密歇根大学,其老爸手下打球 场均有14.2分2.8篮板两助攻的数据 同来命中率41.4%,三分球命中率36.8% 过程中很好地展示出了自己的优点 隐藏了自己的弱点,选秀行情一路攀升 但进入NBA后,魔术教练组认为 Jet Howard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 所以哪怕在主队多人出现伤病时 仍然将其留在发展联盟锻炼 他现在在继联盟场均出场32分钟 得到23分,3.2篮板1.4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56%,三分球命中率41.9% 魔术主帅说,Jet Howard现在需要大量地打比赛 在发展联盟,他可以有超过30分钟的出场时间 而在主队根本没有那么多 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打好那里的比赛 建立球场信心,提升进攻效率,减少失误 加强防守才是重点 而在同一场比赛,对手阵中表现最好的 是黄蜂去年二轮41顺位的贝利小伙阿门贝利 这位先高65寸195公分的球员 出战38分钟,19投11中,3分球4投2中 罚球2发2中,攻陷26分,6篮板8助攻的数据 贝利小伙本赛季至今大度在发展联盟打球 表现得也还不错 场均出战34.5分钟,得到21.4分 4.4篮板,4.7助攻,2.2抢断,1.1封盖 投篮命中率45%,三分球命中率30% 罚球命中率68%,场均有2.9次失误 他攻防两端全能的身手让人印象深刻 但投篮效率和对于细节的把控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而他进入联盟之后一直在进步 则是球队最高兴看到的 虽然暂时在主队中还没有其机会 但努力肯定会有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贝利小伙的性感网红老妈 最近恢复了社交媒体的更新 也不忘我的一个朋友每天去查看 内容方面就还是极度吸引眼球 接着在克里弗兰健克队以125比外17 击败维斯切斯特尼克斯的比赛中 21年二轮48顺位的前五星高中生 Self Cooper 再次爆坎41分9篮板12助攻的数据 他就真的是打爆季联盟有余 立足NBA不足的代表人物 这位球员在高中和大学时 都是同届顶级的得分手 但进入联盟三年了 Cooper在发展联盟一直是可以乱杀 但其一把五公分的身高确实限制太多 这让NBA根本没有他的荣身之地 最后昨天季联盟点燃队继续输球 以88比107输给了斯托克顿国王队 虽然没能率队赢球 来自于邓肯瓦尔高中的Ron Hollan 出战38分钟 15投8种 3分球3投2中 罚球5罚3中 贡献21分 10篮板8助攻4抢断 失误有5次 而立陶宛王子Matas Bucellus 则打了35分钟 10投7中 3分球4投4中 罚球2罚2中 得到20分 10篮板3助攻 两人本赛季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22%和28% 不知道这场比赛的表现 到底是撞大运还是真的有进步了 我们接下来需要继续观察 现在因为各种原因 点燃队出品球员的橙色备受质疑 但因为24年是选秀小年 两人接下来如果可以展示出 在远头方面的进步 领导能力和战术素养方面的提高 还是有可能冲击状元大位的 兄弟们 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